日前桃園有防疫旅館 發生群聚感染 結果入住的旅客有多人 還要再回宿 隔離十四天以上 有二十多位旅客 佈滿防疫旅館的管理疏失 組成了自救會 向旅館提出 每人二十萬的賠償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表示 會盡量幫助 桃園市府則是會先發防 慰問金 至於賠償問題 等待中央 釐清責任歸屬後 再採取相對應的處置措施 桃園市某防疫旅館 十六號發生群聚感染 導致八人染疫 市府清空防疫旅館 回溯追蹤入住旅客 擴大篩檢對象 只要是十二月三號之後 入住的旅客 都要再隔離至少十四天 佈滿防疫旅館的管理疏失 目前有二十一人組成自救會 向旅館提出每人二十萬的賠償 並向衛福部跟桃園市 衛生局等單位陳情協助 還有就是精神審視費 和來回的防疫旗程車資這樣子 有理由我們會盡量幫助他們 那至於有一些誤解就是說 現在入住在集中檢驗所 那個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費用的 不過這都是在檢驗上的一個必要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大家就是要多包涵 指挥中心日前也派员到防疫旅馆裁剪 还是采到病毒 表示环境上可能有污染 桃园市长郑文灿澄清 就是有些地方还没有完成清销就先裁剪 防疫旅馆也将大消毒 后续完成三次以上环境裁剪阴性 才会让旅馆恢复营运 那基本上我们是把旧的确诊个案 做基因定序去找出关联性 找出有没有环境感染的因素 或者是这个空调的因素 或者是手套污染的因素等等 目的是让防疫旅馆更安全 那并没有这个社区的感染的事件 市府强调会全力降低民众不舒服的感觉 也将提供慰问金 至于赔偿问题 市府表示将短待中央厘清责任归属后 采取相应的组置措施 记者林信武家宝詹淑云桃源报导